如果你的生日在12月21日至1月19日之间 那我们可能很了解你的性格哦 欢迎收看Watchmojo 今天我们将盘点一下我们选出的 证明你是真摩羯座的五个特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微博搜索Watchmojo关注我们 在这个榜单中 我们将细数摩羯座最常见的性格特征 所以听好了 看看你是否和米歇尔奥巴马 所以丹斯切尔等摩羯座名人 有相似之处呢 第五名 如果你遇到紧急状况 你会希望有只摩羯在你身边的 他们在紧急状况下也能保持冷静 他们平稳冷静的性格 也能让周围人冷静下来 他们也十分逐智多谋 所以被困在荒岛上时 他们也是同样合适的同伴人选 给他们点工具 他们能想出很多办法 所以他们在很多行业中 都是极佳的员工 他们也有点工作狂的倾向 不太会平衡工作与生活 不过谁有所完美的呢 第四名 又因为他们对自己爱的人十分忠诚 他们甚至会替别人报仇 别人摩羯座 因为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原谅你 这个特点和他们的固执形象 也是分不开的 一旦摩羯座决定了一件事 就很难被改变 所以你最好还是随他们去吧 第三 你不爱冒险 如果你想去高空或低空跳伞 别邀请摩羯座一起 并且尝试新鲜事物 这个星座更愿意穿着睡衣 在家待着 他们喜欢有规律的生活 而如果有东西 让他们偏离了他们的轨道 他们就不开心了 他们也更偏内向 就是说他们的独处时间 对他们非常重要 他们不会是派对的主角 而更加倾向于当个壁画小透明 尤其是人多 搞得他们不自在的时候 第二 你很老成 也许摩羯座有缺点 但有一件事不可反驳 他们擅长把自己的生活 打理得紧紧有条 他们的工作区总是整理有序 他们已经开始为退休存钱 他们每周日都把下一周的饭 准备出来 摩羯座生活的每个领域 都井然有序 从饮食到锻炼 再到税收 以及公寓的整洁干净 他们擅长做计划 列单子 只有做完了一切该做的事之后 才会休息 第一 你很忠诚 摩羯座也是很传统 他们会把荣誉忠诚放在第一位 这个星座是很棒的朋友 是会一直支持你的家人 为了他们爱的人 他们心甘情愿做任何事 他们非常可靠 在你需要的任何时候都会帮你 不管是帮你搬家 还是帮你装饰你的简历 他们也许不是朋友变天下 但他们会陪在自己爱的人身边 会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这样的小伙伴谁不想要呢 你投赢我们的选择吗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